安徽棒捕男子余英生17年前因涉嫌故意杀害妻子,被判无期徒刑,17年后真相大白,被判无罪释放。 余英生1962年出生,原任棒捕市东市区区长助理。 1996年12月2日上午,余英生之妻韩某被发现在家中遇害。 棒捕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当地公安机关的侦查结果,以故意杀人罪,判处余英生无期徒刑。 随后,余家开始了漫长的申诉历程。 2013年5月,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立案复查,并于8月5日在府阳不公开开庭审理, 认为原审认定余英生故意杀人事实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,据此依法撤销原判决宣告余英生无罪。 余英生的哥哥余宁生表示,经历17年的牢狱生活, 目前余英生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都不太好,被当庭释放后以赴外地接受疗养和治疗, 自己和部分亲属正陪伴其身边,暂不接受媒体采访。 目前,安徽省高院已告知余英生有申请国家赔偿的权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